第二天上午,软软陪着葛寒凌上舞蹈课时,突然发现葛寒凌应堂发飞。 难道背后的那个人要现身了吗? 葛寒凌,老师叫你去他办公室一趟呢。 好,我知道了,有老师,您找我。 也没什么大事,就是你这篇论文写得不错,老师想和你商量一下把它修改仔细,在下期学校舞动青春的期刊上发表出来。 说着,刘续尹看了一眼旁边的软软,习惯性地在鼻尖摸缩了两下。 除软软同学,论文修改时间很长,你可以去旁边的教室等一会儿。 不用,我就在这里等着。 软软说着就坐到了一边。 那好吧,钥匙等得着急了,哪边还有书可以看,你随意就好。 嗯,谢谢老师。 软软说完便拿起一本书看着,但一直在暗暗观察刘续尹,葛寒凌应堂发黑,让他不得不防备。 葛寒凌,你看这个地方。 刘续尹说着又在鼻尖摸缩了几下,软软用余光扫着刘续尹,忽然看到了旁边的一张照片,国际心理学博士。 刘续尹竟然还是心理学博士。 软软余光又看向刘续尹,刘续尹又在鼻尖摸缩了一下。 葛寒凌同学,你记住了吗? 大概记住了。 那就拿回去修改吧,或者去旁边的教室修改也行,要是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可以再来问我。 好,谢谢老师。 隔壁教室里,葛寒凌对着自己的论文叹了口气。 我就随便写写居然也能是最好的,其他人事都没交作业吗? 行了,快改吧,早点改完我们早点回去,我总觉得这里怪怪的。 好。 葛寒凌在旁边修改着,软软立即发消息给吃龙飞,让他多注意一下田语员。 不知不觉,葛寒凌已经改了快一个小时了,这时,一个男生走了进来。 葛寒凌,崔老师说他等会儿要出去,你可以把论文拿回去改了。 男生说完忽然打了个喷嚏,然后用手揉了揉鼻子,在看见这一幕时,葛寒凌的瞳孔忽然失去了焦距,拿起手里的笔就猛地往自己的眼睛上抖。 软软下意识地将手挡在葛寒凌的眼睛上,钢笔的笔尖刺入了手掌,鲜血瞬间一出。 葛寒凌,醒醒。 软软,我不是故意的,我,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 我没事,快离开这儿。 医院里,宁轩他们赶到的时候,医生已经给软软包扎好了。 疼吗? 不疼了,就一点小伤口而已,过几天就好了。 明轩哥,软软,对不起,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。 小桃子,这不怪你,不是你的错,是那个人想要害你。 持龙飞和田语言这时也匆忙地跑不过来。 你们怎么样? 我没事,就是软软受伤了。 没事,别哭了,刚刚我也差点被算计了,要不是龙飞及时赶到,我恐怕就要用垫把自己垫死了。 什么,怎么会这样,我们连那个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啊,他是怎么下手的? 是催眠。 催眠? 软软在自己鼻子上磨砂了一下。 葛涵和田语言看见这个动作使脑中传来一阵顿痛。 怎么回事,头怎么这么疼? 这是催眠的后遗症,而引发催眠的动作就是摸鼻子。 是刘老师。 你说的是刘续颖? 是的。 刚在机房他收电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,让我给他看看。 我修电脑的时候他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聊着关于你的事,然后我就看见他摸了一下鼻子。 再之后,等我有意识就是在我拔掉电线要垫死自己的时候了。 我在他办公室看见了他心理学博士的证书,他曾经在国外专修了这门课。 那我们赶紧通知警察抓人吧,万一去晚了,人跑了怎么办? 你别急啊,抓人得要证据的。 你都受伤了,这还不是证据。 他所有的犯罪过程都在潜移默化中,没有留下任何的实质性证据。 这就是他用催眠术的高级之处,完全不留任何把柄。 那怎么办,总不能任由他这样逍遥法外吧? 当然不能,催眠术在墙野中究只是一个心理暗示,咱们乡门远远流长,对于这种催眠术自然已有克制之法。 姐,这次还得看你了。 放心吧,有姐在,她跑不了。 当天下午,葛寒林就去找了刘绪,将改好的论文交给了她。 老师,论文我已经改好了。 有同学说你受伤了,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 不是我受伤了,是软软,我不小心把笔扎到她手上了。 好好的,怎么会把笔扎到手上?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,忽然就把笔扎向自己,要不是软软速度快。 现在受伤的可能就是我了。 这么奇怪的吗? 是很奇怪,跟中邪了一样。 见葛寒林一点都不像说谎的样子,刘绪颖心中也稍稍放心了些。 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,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 行,谢谢老师,那我先走了。 行,等在一边的众人见葛寒林出来连忙问答。 怎么样,她没怀疑吧? 当然没有,我的表演那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,演技刚刚的。 那现在咱们就等着刘绪颖上钩吧。 晚上,软软他们齐聚在办公室楼下。 确定刘绪还在办公室吗? 当然,她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走的,我都打听好了。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 武器拿出三清笔,一道阵符迅速推向刘绪颖的办公室。 很快,办公桌上葛寒林的论文纸上隐约透出一道淡淡的符文。 刘绪颖正坐在椅子上看着霍苏玉的海报,眼神痴迷。 公主,等着我,等我解决了伤害你的人便与你相认。 看着看着,刘绪颖忽然眼前一黑,等她再次看见的时候,霍苏玉竟然出现在她眼前。 刘将军,许久不见。 公,公主殿下,微臣拜见公主殿下。 刘将军免礼。 谢公主。 刘将军为本公主做的事本公主已经知道了,多谢刘将军。 公主不可,微臣事成。 为公主除去伤害公主的贼人是微臣分内之事。 刘将军,不知那两个贼人现在如何了? 请公主恕罪,陈志竟未将二人除去,但请公主放心,微臣一定不会让他们伤害公主的。 田羽园和葛寒林这两人竟敢冒犯于本公主,多亏了刘将军筹谋,使得二人不敢造次。 只是不知刘将军接下来有何打算,此二人不除,本公主昼夜难眠啊。 公主放心,陈姨对二人实施催眠之术,纵然他们侥幸逃过一次,但下一次就不会有那么好运气了。 那本公主便安心了。 公主殿下,陈与您一别千年,不知公主还记得当年对微臣的承诺吗? 诶,剧本里好像没这句词啊。 见货苏欲如此,刘旭颖自嘲般的笑道。 终究是陈建月了,陈姑父公主,请公主恕罪。 诶,有没有提此气啊? 不行先等一下,把台词再给我看看行不行。 这话一出,刘旭颖施反应过来,现在是千年之后,她的公主还未恢复记忆,怎么可能记得她呢? 你不是公主? 我当然不是真公主了,你也太入戏了吧,不过精神可驾,我看好你啊。 直到自己被骗后立即看向四周,目光落到桌子上的论文纸时才发现不对劲。 迷障阵,盖瑟。 刘旭颖立即刺扯了论文,准备拉着霍苏欲离开时,软软他们进来了。 刘老师,不,应该叫你刘将军才是。 你们都知道了。 我们跟你无怨无仇,因为你是霍苏欲的粉丝就要这么害我们,你也不怕遭天前啊。 呵呵,我早在千年前就遭过天前了,你们伤害了公主,我就必须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 哇哦,你是我的死忠粉吗?我居然还有这么疯狂的粉丝。 公主殿下,就算您不记得我了,但我依旧会守护你的。 刘旭颖,行行吧,她早就不是你的公主了。 哼,是你们。